男子婚内出轨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叫张文涛 45岁 他是南方某市教育局的财务处长 张文涛不仅管理能力强 文笔也非常好 所以他颇受教育局一把手领导的赏识 然而2018年的一天 单位纪检处刘处长的到来 揭开了张文涛的一个惊人秘密 他的事业和人生因此发生了逆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 单位纪检处刘处长进入了张文涛的办公室 两个人客套了一下 刘处长就直奔主题 他对张文涛说 你经手的几笔钱有问题 有50万元去向不明 你能解释一下吗 听完 张文涛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痛快地承认 50万元是我给挪用了 单位可以处分我 至于这钱干嘛用了 你们就别问了 刘处长一听这话 有点不高兴 他严肃地说 真实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如果这钱用于非法目的 那么后果很严重 我们随时会把你移送给司法机关 张文涛听到司法机关这几个字 顿时紧张起来 犹豫了几分钟之后 他最终向刘处长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张文涛作为一个大有前途的财务处长 为什么会挪用这么大一笔资金 自毁前途 这笔被挪用的资金 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 事实上 张文涛挪用公款和一个女人有关 要想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还得从几年前 张文涛参加的一次饭局 说起 那天张文涛参加一个饭局 紧挨着张文涛坐着的女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个女人叫李平 张文涛觉得呀 李平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听朋友介绍才知道 这个李平在国企上班 他平时呢 也喜欢写文章 而李平知道张文涛是教育局的处长以后 恭维的话是一句接一句 聚会结束以后 张文涛和李平居然都有点依依不舍 接下来呀 两个人经常借着分享文章的名义 用微信聊天 慢慢的 两个人是无话不谈 张文涛了解到 李平的丈夫前两年因病去世 孩子现在上高中 住在学校 他的工作单位呢 效益不好 只能发基本工资 李平的生活呀 过得很艰辛 听了这些啊 张文涛突然有了一种 想要保护李平的想法 很快 两个人就确定了情人关系 2018年初的一天 张文涛刚走进办公室 这个时候啊 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里 一名男子殷勤地 跟张文涛打招呼 张处长 你好啊 我是朱大昌啊 你还记得我吗 张文涛使尽回忆 也没想起这个人 男人说道 张处长真是归人斗望事啊 你忘了 李平楼下 卤肉店老板朱大昌啊 一听到李平这两个字 张文涛赶紧关上了门 张文涛这个时候啊 也记起了这个朱大昌 有一次陪李平 在楼下卤肉店买熟食 结账的时候 有些领头 老板直接就给免了 李平偷偷地 告诉张文涛 卤肉店老板 叫朱大昌 但让张文涛想不通的是 自己除了那次买熟食 跟朱大昌一面之交 之后就再无交集 朱大昌从哪儿知道自己的电话 他给自己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张文涛疑惑之时 接下来朱大昌说的话 更是让张文涛摸不着头脑 张文涛问朱大昌 有什么事情 朱大昌笑着说 也没什么事 我和李平啊 关系不错 前段时间 我拜托李平 让他跟你说说 看能不能在教育局 弄点工程干干 听了这话呀 张文涛感觉 莫名其妙 他告诉朱大昌 现在所有的工程 都要走招标 如果他想干 直接去参加投标就可以了 这事啊 不用跟他打招呼 说完 张文涛借口要开会 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挂掉了电话以后 张文涛心里很别扭 索性呢 他提前下班 找李平问个清楚 这个朱大昌 到底怎么回事 李平解释说 这事怪他 原来那次啊 张文涛陪着李平 去买熟食 朱大昌猜到了 张文涛是他的男朋友 因为关系很熟 朱大昌就经常 打听张文涛 有一次啊 两个人闲聊 李平就有点吹嘘地 告诉朱大昌 张文涛是教育局的领导 不但能解决 孩子上学的问题 而且还有 发包工程的权利 没曾想 朱大昌当了真 接下来呢 他经常给李平献殷请 很多次 在他那里买熟食 朱大昌都给李平免单 前几天路过鲁肉店 朱大昌说自己的亲戚 在学校遇到点事情 想找教育局的领导 打听打听 于是朱大昌从李平那里 拿到了张文涛的办公电话 听完这些 张文涛叮嘱李平 以后少跟朱大昌来往 李平听完 是撒着娇 满口答应 然而啊 让张文涛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事情 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李平告诉张文涛 自己欠下高额贷款 张文涛多次帮李平还钱 张文涛无意中看到 李平的短信 方知李平和朱大昌 联手骗取自己的钱财 和李平分手后 为隐瞒自己的婚外情 张文涛决定 不再追究被李平骗取的 八十万元 那么张文涛是否能 如愿回归平静的生活 封不住的口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几天以后 张文涛又来到了李平家 他惊讶地发现 李平的脸居然有点红肿 于是就问他怎么回事 李平说 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前 是做贸易生意的 他生前因为经营不善 欠了别人的货款三十万元 丈夫去世以后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这笔钱啊 李平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 没曾想 债主突然找上门 逼着李平还债 债主听李平说没钱 二话没说就动手打了李平 林了还威胁李平说 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还钱 不然他们就搬到李平家来住 说这样 李平委屈地哭了起来 张文涛心疼不已 他安慰说 三十万也不多呀 别担心啊 这钱我帮你还了 听了这话 李平很感动 很快 张文涛就给李平转了三十万元 收到钱以后 李平告诉张文涛 虽然丈夫欠了别人的钱 但是别人也欠丈夫的钱 说着 李平就拿出了一张 别人写给丈夫的欠条 张文涛一看 有点吃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欠条啊 足足有两百万元 李平告诉张文涛 等这笔钱回来 一定把钱还给张文涛 由于张文涛无法给李平名分 他一直觉得自己终归是亏欠李平的 所以即使李平信誓旦旦称 以后会还给张文涛钱 张文涛也没打算真的让李平还钱 可是张文涛万万没想到 自从他帮李平还第一笔债之后 他就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2018年5月的一天 李平告诉张文涛 突然又有债主找上门 而且债主还带着丈夫打他欠条 那债主啊 是丈夫的同学 听他说呀 因为资金紧张 丈夫曾经向他借了50万元 直到丈夫去世 这个钱也没有还 李平向张文涛哀求 能不能再借给他50万元 还给丈夫的同学 这刚还了30万元 又来了50万 张文涛面露难色 但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绝李平 他问李平 别人欠他们家的200万元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要回来 李平告诉张文涛 第一次张文涛帮他还债以后 他就去找了那个欠丈夫200万元的人 丈夫生前一直给那人供货 不过呀 对方扩大经营 要占用资金 所以欠丈夫的货款就一直没有付完 李平找到那个人以后 对方没有抵赖 不过呀 那个人手头也紧 他说自己名下有一套别墅价值300万元 估计一年之内能办完房产证 那个人承诺 等房产证办下来以后 第一时间就卖掉别墅 把200万元还清 那200万元的欠条 张文涛是亲眼看到过的 所以张文涛对李平的话是深信不疑 面对李平的哀求 张文涛心想 那200万元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自己呢只是帮李平暂时垫付一下50万元 应该没什么风险 于是张文涛又把自己股票里的50万元提了出来 转给了李平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文涛已经搭进去了80万元 张文涛突然有点后悔 开始这段婚外情了 可是啊 上山容易 下山难 一个周末的下午 张文涛请李平吃饭 点完菜以后 李平去了卫生间 这个时候啊 李平的手机提示有未读信息 看到李平还没有回来 张文涛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手机 张文涛发现 那条信息是卤肉店老板朱大昌发过来的 看到这条信息 张文涛十分不解 李平不是已经答应自己 不和朱大昌来往了吗 为什么他俩还有信息往来 难道他俩有事瞒着自己 可当张文涛打开短信内容时 顿时脸色大变 那么朱大昌到底发了什么内容 让张文涛如此生气呢 那条微信是朱大昌催促李平还钱的 张文涛奇怪 李平怎么还欠朱大昌的钱呢 看了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张文涛大惊失色 原来张文涛替李平还的八十万元 大部分都转给了朱大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啊 李平从卫生间回来了 张文涛把手机扔到李平的面前 轻蔑地问道 你和朱大昌的事情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李平这才意识到 张文涛看了他和朱大昌的聊天记录 李平脸仗得通火 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啊 在张文涛的逼问之下 李平还是道出了实情 原来啊 丈夫生前家里条件还算不错 李平平时花销 也没有太大的顾忌 然而 丈夫当时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那几年给他治病 几乎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丈夫去世以后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而李平花钱仍然是大手大脚 另外呢 他还要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这些呀 都让李平不堪重负 那次张文涛和朱大昌 见过一面以后 朱大昌总有意无意地打听张文涛 李平虚荣心比较强 有一次啊 他向朱大昌吹嘘张文涛的背景 他说张文涛不但能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还能帮忙搞工程 结果朱大昌信以为真 那段时间啊 李平手头比较紧 而且还有防贷要换 看到朱大昌总是给自己献殷勤 而且毫不避讳地 让李平帮忙联系工程 李平觉得 既然朱大昌有求于自己 那么向他借钱 应该不会被拒绝 有一天 李平给朱大昌说 要搞工程的话 不如两个人合作 朱大昌当即表示同意 李平紧接着说呀 搞工程要前期打点一下 所以呢 让朱大昌借给自己三十万元 等以后搞工程挣了钱 再把三十万元还给他 一听这话 朱大昌想都没多想就答应了 收到朱大昌的钱以后 李平答应尽快打听承揽工程的事情 其实啊 李平心里知道 张文涛根本就没有审批工程的权利 所以他从来没有向张文涛提起过这件事情 没想到朱大昌这个人心眼很多 他见李平迟迟不提工程的事情 就想办法弄到了张文涛的办公电话 并直接联系了张文涛 和张文涛通电话 让朱大昌碰了一鼻子灰 朱大昌这才发现 原来李平一直在欺骗自己 张文涛根本没有本事帮自己承揽工程 于是朱大昌怒气冲冲找到李平 要求李平立刻偿还欠自己的三十万元 可是李平平时的花销很大 当初找朱大昌借的三十万元 早已所剩无几 那么面对无法偿还债款的李平 朱大昌该怎么办啊 见李平不能还钱 朱大昌就更生气了 他闯进李平的家里 对李平是拳打脚踢 爱了揍的李平非常害怕 那天正好张文涛又来找自己约会 李平心想 只能想办法让张文涛帮自己还钱了 于是他就编造了债主暴力催债的谎言 至于第二次的债务 李平说 这个朱大昌很贪心 看到张文涛这么痛快帮李平还了钱 他就动了歪心思 他觉得张文涛肯定在教育局捞了不少钱 于是逼着李平接着写签条 这些签条根本是子虚无有 李平当然是不同意签字了 看到李平拒绝 朱大昌对李平又是拳打脚踢 并且他还拿李平的孩子进行威胁 就这样 朱大昌强迫李平在很多假签条上签了字 这些签条大概有两百万元 做完这些啊 朱大昌抽出一张五十万元的签条 威胁李平说 我早就调查了 张文涛是有妇之夫 你们两个的事不光彩 如果半个月内我拿不到五十万元 我就把你们的事捅到教育局 后果你自己想 李平听了这话呀 恨得牙根疼 其实啊他也想过报警 不过后来又一想 如果报警 他和张文涛的事情就会公主于众 这样一来 毁了张文涛的前程不说 以后两个人就不可能再见面了 想到这些 李平一咬牙再次欺骗张文涛 帮自己还款五十万元 另外 李平还告诉张文涛 那张别人欠丈夫两百万元的签条 也不是真的 李平担心张文涛不肯问自己还钱 于是找人做了一个假签条 听完这些啊 张文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平时对李平不错 没想到这个女人会如此欺骗自己 张文涛站起身 非常生气地对李平说 咱俩到此为止 说完 张文涛转身离开了餐厅 张文涛原以为自己和李平分手以后 并且不再追究那八十万元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可是啊 事实证明张文涛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 彻底地让张文涛踏上了不归路 朱大昌用婚外情的事情威胁张文涛 为给封口费 张文涛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张文涛挪用公款费领导发现 对如何处置张文涛 大家却有不同的意见 张文涛挪用公款的行为构成反罪吗 有哪些情形构成挪用公款罪吗 封不住的口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事情败露以后 朱大昌不但没有收敛 反倒更加明目张胆 他甚至多次直接打电话给张文涛 让他替李平还钱 而自打张文涛明确和李平分手以后 李平也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居然毫不掩饰地 让张文涛赔偿他的青春损失费 不然他就要找教育局的领导 说的说的 张文涛很不乐意 但他想到自己以后是要接任副局长的 如果现在单位知道了自己的丑事 估计这一切将成为泡眼 无奈之下 张文涛一次次地满足朱大昌和李平的要求 他把自己的积蓄几乎全给了这两个人 虽然每次他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可朱大昌和李平却一次比一次贪心 钱不够了 张文涛就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 挪用了单位五十万元 这前前后后 朱大昌和李平从张文涛手里 拿走了整整两百万元 说到这里 纪检处的刘处长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这个时候张文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案件真相大白 可是对张文涛挪用公款这件事情如何处理 济检处内部产生了争议 有人认为张文涛挪用公款数额巨大 应该直接移送司法机关 但也有人认为 如果张文涛短期内能把公款还上 那么张文涛就不算犯罪 内部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张文涛挪用公款是不是属于犯罪呢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法律点来了 挪用公款罪的三种情形 挪用公款指的是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公款挪作他用的行为 大家注意啊 只有三种挪用公款的行为属于犯罪 一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行盈利活动的 三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回到本案当中 张文涛属于挪用公款罪的哪种情形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张文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被敲诈勒索以后 挪用公款五十万元 替情人礼贫偿还债务 被人敲诈勒索而付钱的行为 在法律上很难定义为是 非法活动或者是盈利活动 那么挪用公款罪的前两种情形 就不能在张文涛身上使用 那张文涛是不是属于挪用公款罪的 第三种情形呢 根据纪检处掌握的证据 从张文涛挪用公款 一直到找他谈话 还不到三个月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张文涛挪用公款的数额 是不是属于数额较大 对此啊 我国法律也有明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进行盈利活动 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 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 从这条法律规定不难看出 张文涛挪用公款五十万元 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如果张文涛在三个月内 无法把挪用的五十万元公款 归还给单位 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 以挪用公款罪 追究张文涛的刑事责任 纪检处找张文涛谈话以后 他立刻瞒着妻子 找亲戚朋友 凑了五十万元 还给了单位 如此一来 张文涛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尽管如此 张文涛依然受到了 开除党籍和降职的处分 大好的前程 就因为婚外情毁于一旦 被单位处分以后 张文涛觉得 朱大昌和李平 已经不可能再要挟自己了 于是他向公安机关报案 很快 朱大昌和李平被抓获归案 到案以后 他们两个对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 很快 案件开庭了 法院今审理认为 朱大昌 李平 以非法占用为目的 以公开被害人隐私为要挟 向张文涛索要两百万元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垃圾罪 李平受胁迫参加犯罪 其协从犯 应依法减轻处罚 最后 法院以敲诈垃圾罪 判处朱大昌有期徒刑 15年 以敲诈垃圾罪 判处李平有期徒刑 7年6个月 拿到判决 朱大昌和李平是毁步当初 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自己的贪念 我们再来说一说张文涛的家庭 单位处分张文涛以后 妻子也知道了他的丑事 之后啊 妻子天天跟张文涛吵架 家里弄得是鸡飞口跳 他们的婚姻也变得风雨飘摇 张文涛啊 可谓是焦头烂额 观众朋友们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危险关系 最贵的恐怕就是风口费了 危险关系 不管怎么维护都难以圆满 案例当中 张文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本来有大好的前程 而他却寻求刺激 和李平发生婚外情 被人敲诈垃圾以后 害怕前程近毁 居然用重金去掩盖丑刑 这些呀 都不是明智之举 用金钱掩盖危险关系 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 不如洁身自律 来得更加安稳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小伙儿自称母亲身患绝症 要卖房救母 谁知房子刚一卖出 母亲就出现了 另一案里 哥哥说母亲已去世 将房屋过步到自己名下后 妹妹发现事情不对 为私利 他们编造了母亲得绝症 甚至死亡的谎言 得知真相的母亲 会如何处理此事 坑娘的儿子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